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重伤 没想到 孩子醒来竟讲述了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 1977年的某个早晨 朱莉和安迪夫妇带着八岁的儿子兰登从教堂驱车回家 在十字路口与一辆急驰的救护车发生猛烈碰撞 安迪当场死亡 朱莉轻伤获救 救护人员一时找不到他们的儿子兰登 因为救护车拦腰撞在安迪驾驶座的位置 而兰登就坐在他父亲的后座救护人员首先发现兰登的鞋子后 最终在座位下面找到了他的身体 然而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接受心肺复苏后 他被直升机送往医院 在医院里 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期间曾两度停止呼吸 虽经抢救勉强恢复了呼吸 但医生们对其健康状况极不乐观 他们告诉朱莉 即使蓝灯侥幸存活下来 也会像个婴儿一样 不会走路 不会说话 不能吃东西 在丈夫的葬礼上 朱莉悲愤交加 他责怪上帝完全抛弃了他 在车祸发生时没派天时保护他们 面对脑部中疮 靠各种机器支撑生命的儿子 朱莉悲痛欲绝 刚刚失去心爱的丈夫 他不能再失去儿子了 他回忆道 我一生中从未这样努力地祷告 祷告儿子有朝一日能够睁开眼睛活下来 两周后 奇迹终于出现了 蓝灯睁开了眼睛 他活过来了 而且大脑丝毫无损 朱莉喜极而泣 但深深地不安随之而来 因为他必须告诉儿子 他的爸爸不在了 他难过得不知该如何启齿 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开口问道 蓝灯 你知道爸爸在哪里吗 然而蓝灯的反应令朱莉吃惊不已 知道 我知道他在哪里 我在天堂见到他了 此外 蓝灯还告诉他 他看到了一个月前也是车祸罹难的父亲的朋友欧文 帕尔默 以及往生多年的朋友尼尔 帕尔默 他说 大家都站在那里 谁也没有说话 之后 蓝灯还告诉朱莉 妈妈 我忘了告诉你 我见到了你的另外两个孩子 朱莉挣住了 他注视着蓝灯 不知如何回答 他在生下蓝灯前 确实两次不幸流产 但这件事从来没人告诉蓝灯 他怎么会知道呢 多年后 蓝灯回忆道 我知道他们俩也是我父母所生 即使没有人告诉过我 如今好几十年过去了 这段记忆在蓝灯脑中依然清晰 他连续三次造访天堂 每次都有不同的经历 他说自己在第三次遇见了神 并被神赋予使命 蓝灯告诉人们 天堂是存在的 那里有天使 人生到尽头真的会有转机 朱莉相信儿子的话 并认为她的这些经历是神的巨大恩赐 失去挚爱曾让朱莉陷入痛苦 虽曾埋怨神在当时没派天时保护他们一家 如今他明白了 神保护了他们 能继续活着是因为神对他们有计划 更用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的帮助 他认为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祝福 尽管每次回忆往事都会难过 但借由灾难获得的体验让他心存感激 也促使他拿起笔技术了这一切 这些经历让他变得更坚强 同时也鼓舞了很多人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阁下对本视频有任何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敬请留言 倘若阁下喜欢本频道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